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今节我们会继续讲《弹以理书》 我们讲到第十一章,二节就开始 这里就讲到一个异象的讲解 经过上文一番的介绍、按摩、解释 现今,天使就正式解释异象内容和含义 于是一幕惊心动魄的预言史就立即上演 天使一口气长篇讲解,可见这个预言是多么重要 除此之外,本段的预言在细节上 和历史发生的事也是异常吻合 随即引发到不少批判的学者 认为这一段并非预言而历史 也有人说,这一章第三十五节 头那三十五节,总共有一百三十五个预言 在历史上都能够找到,得到认验 难怪反对预言者这么惊吓,惊慌失措 不必将他解释作是历史 在主后三世纪的时候,一名来自推罗城的帕拉头哲学家 认为这一段太过臭合历史了 所以他将经文和历史配搭起来 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研究 以至到历代的经学家 在诠释这一段预言的时候 都得到不少帮助 这个哲学家就说 这一段的经文并非预言 只是历史披戴预言的服装 其实这个哲学家的言论 根本是无用反变的 因为他试这本的弹以理书 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之后凡是低古神的启示的准确 无误性的学者 都是报哲学家的后尘 纷纷都只是说 这个弹以理书 只是一个马加比时代无名士的作品 他是因为爱国澎湃的热情所激发 所以就有这本的弹以理书 但借此来到辽法 和他同时代的犹太人起义 来抗拒安塔亚古四世 对圣殿的游轮和涉足 但是保守派的学者 亦都群起执北 来反驳这种学派的谋论 首先就是初期教父 丘西比乌 阿波女拿流 麦鸟 麦鸟 但是最有力反驳的 莫过于是耶游米 他就特别赞助 这个弹以理书的识意 来反驳那一派 无神哲学的无稽 以及证实 弹以理书里面的语言的准确 根据经学家来说 耶游米一书 是具自愚文的诠释 是教会史里面一本 一时无两的珍贵遗墨 这本书呢 就为弹以理的预言价值 奠定了不能移动的基础 而天使的讲解 在全本书里面 是不容易明瞭的部分 幸而古历史学家 和不少世界史 所提供的资料 亦可供参照 虽然有几处 在细节上 和经文的解释 都是无宁两可的 但是大致上 本章和古史资料 都是可以切合 而这篇极长的预言 是可以分成四段为题 而第十一章 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有关以色列 在69.7里面的命运 而第二部 就是预告以色列 在第70.7里面的遭遇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一起看 第二至到第四节 这里就讲到 从波斯至希腊分裂 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 波斯还有三个王兴起 第四王必复附足 远胜诸王 他一复附成为强盛 就必激动大众 攻击希腊国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 执掌大权 随意而行 他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必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却不归他的后裔 治国的权势也不及他 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 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那天使呢 就是将真确书里面的内容 就向但以理解说了 但但以理这个时代 就算起来 波斯还有四个王 就会兴起的 三、四 虽然是希伯来文的格调 但因为有顺序的数字 所以不是众多的意思 而这四个王首三名 就是金拜师 士美帝 和戴利乌的大帝 而古列呢 就是不算在内 因为他是在 但以理石时代 就作王 而在十一章二节 就声明是环有的 那第四王 就是 薛西斯一世 就是阿哈徐路王 那这个人呢 就是以斯帖的王夫 他是波斯自开国以来最富强的王 为了要筹划 征服希腊 他扩中了军备 财力 军力 诸如呢 征服吞併铃近的小国的财保 和收征重税 经历四年养征蓄 后来就在主前的四百八十年 以二百五十万的红军 就向希腊进军了 那至这个呢 阿哈徐路王之后呢 波斯其实还有八个王呢 才被希腊 就在公元前的三百八十一年 就是灭亡 那这个呢 阿哈徐路王 这个举动呢 原本呢 就是替父王 在十年前 被希腊 杀败 而做的报复 那可惜 今次呢 他竟然呢 就是 打回去 那这个战役呢 可能也是发生在 以斯 贴记 一张和二张之间的 那就是一位阿哈徐路王 这一次的挑衅 那希腊呢 就乘机呢 就发起报复行动 乘机呢 呢 就乘机呢 呢 就吞併了整个军队 那这番的野心呢 正正就是阿力山大大帝多年来的梦 那他被称为 勇敢的王 威武过人 英明 盖世 在几年间呢 就席卷波斯 埃及 以至到呢 去东部的 印度了 阿力山大的崛起 極其急速 但他的国度呢 分裂 亦都是迅速 異常 就当他兴起的时候 那就是呢 極强盛之时 他已经吞併了 半个世界了 而兵呢 也都去远到去印度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将领呢 兵士呢 亦都是人人呢 都是厌倦了打仗 所以呢 就是有这个回乡的意思 那就是 在阿力山大 班斯回朝的时候 就在途中 因为病呢 而死在巴比伦国的 阿力山大死了之后 是因为母后裔 或者兄弟来继承 所以呢 他的国度呢 就交了给四大将军来的瓜分 那其实 阿力山大死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 为福子的 那在四将军里面呢 就控仕被暗杀 当时呢 就是十三岁的 那另一个呢 死了的儿子呢 就叫做希尔古利的 那在第二年呢 也都被谋杀 除此之外 他和父义母的兄弟 菲力呢 就精神失常 也都早在呢 公元前的三百十七年的内乱里面呢 就被刺杀 所以呢 庞大的帝国 竟然没有自己在后来的计位 就应验了呢 二百三十六年前的这个应验 的预言了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讲到这里先 对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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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न